好 但你来关心交通事故了 台11线42公里北上路段30号 发生了一起小客车自撞的事故 那么63岁的晨熙男子疑似是过弯不慎 撞上了路旁的电线杆 造成了驾驶是受困车内 那么事故发生时正巧 封兵乡长江丽婷经过 由于本身具有护理资历 在救人第一信念之下 也随着19救护人员一起来投入紧急救援 警方初步了解 43年次曾姓男子独自驾驶 疑似过弯不及减速 在台11线42公里处北上路段 冲出车道 直到撞上路旁的电线杆 车辆才停止 安全气囊炸开 男子受困于驾驶座上 小客车车头受创严重几乎全毁 民众见状报警之后 消防人员立即赶抵现场救援 经远警到场了解 续一辆自驾驾车 因不明原因痣状 驾驶身体多处差错伤 眼颊骨折 无生命危险 伤者送往花莲医院 封兵原住民分院救治 九册直林 本案远警 依程序完成现场测试收证 造势责任将带送 券院单位分析 事故发生十正巧 封兵乡长经过 由于他本身具有医护之力 在救人第一的信念之下 也随着119救护人员 一同投入紧急救援 刚好在回公所的路上 经过看到的时候 是看到一名车子是都已经前 就是前 引擎前面那边都已经撞得比较烂掉 然后有看到一名的男性 在车上等着救援 那当时我就请了司机 工作同仁 紧急停在路边 然后就直接下去了 那本身因为是护理背景的我 其实看到这个部分 我第一个一定就是要协助 而警方也表示 造势责任将送 鉴定单位分析 以厘清造则的事实 记者林杰 封冰箱采访报导